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是出自佛说 观佛三昧海经 在大政杖十五册 六百七十五页下栏到六百七十七页上栏 有一次佛陀的父亲 净范王请问佛 说出世间法有什么利益的事情 能够使得众生得到安乐呢 那时世尊就告诉大王 净范王 说社会城中有一位虚打长者 他有一个老妇人 谨慎勤劳着持守着家产 那虚打长者命他首付掌管财库的钥匙 任何财物要入库或者是取用 全权交给这位老妇人处理 而虚打长者经常迎请佛陀 还有僧众供养日常所需 那有一次 因为有比丘生病了 他首求的东西比较多 而这一位生性吝啬 迁瘫的老妇人 他就感到非常地不高兴了 忍不住就抱怨 抱怨佛 法 还有大众生 他说 我们家长者真的是愚痴 竟然被沙门法术所迷惑 那这些比丘像乞丐一样贪得无厌 有什么道行可言呢 这样子说完之后又发了一个恶愿 但愿我都不要再听到佛及僧众的名字 更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位替光头穿僧服的出家人 那这样的恶愿被一个人听到了 那个人又告诉另外一个人 就这样子辗转传遍了整个社会城 王后莫丽夫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她就说 虚打长者像一朵美好的莲花 人人都喜欢看到它 可是呢 为何旁边却有一条毒蛇来守护它 真的是太可惜了 莲花是很漂亮 但是旁边有毒蛇来守护它 于是她便命令虚打长者说 叫你夫人过来一趟 我有话跟她说 那细达长者的妻子赶紧就前往王宫 礼拜王后之后站在一旁 莫丽夫人就请她就坐 就问她 你们家的老仆人恶口毁谤三宝 为什么不把她赶走呢 那希腊长者的夫人就跪着回应说 夫人 夫人 佛陀出世利益 潤泽无量无边的众生 即使是像央掘摩罗这样的大恶人 子曼 这样的大恶人 佛陀都能够度化 或者说很卑贱 像尼体这样的除愤人 佛也度化她了 乃至杀人无数的屠夫弃虚 佛陀都能够调伏他们 何况只是一个老妇人 怎么会无法调伏呢 那更没有问题 莫丽夫人听了心想 对啊 她感到非常反省 她就说 我要引请佛到王宫来 那你也拆遣这个老仆人来王宫 明天用餐的时候 我会请佛陀还有僧众 到王宫来接受供养 希腊长者的夫人回家以后 转述了莫丽夫人的想法 希腊长者 她就拆遣家中的老妇人 就要她带着一个装满 金模拟宝珠的宝瓶 带去王宫赞助国王 来供养僧众 但是她没有跟这老妇人说 我要你去供养僧众 她没有这么讲 她只是被老妇人说 我信任你 那你拿着这个宝瓶 尽献呈上给国王 献给王室 老妇人听到主人 委任她这样子重任的话 她就很欢欣鼓舞的 拿着宝瓶就上路了 那莫尼夫人看到这个老妇人 来了以后 她就想 这个邪剑人 毁放三宝的邪剑人 佛陀应该会教化她 那佛陀教化她的时候 我在旁边应该也可以得到一些法义 就在这个时候 世尊刚好进入宫殿的正门 南陀在左侧 巴拉南在右侧 罗霍罗随时在佛陀后方 那老妇人一看到佛以后 心中惊吓着 连毛髮都树立起来 心想 这个人真可恶 竟然跟着我后面 也到这里来了 她立刻想要后退 那就从果洞 想要离开 偏偏呢 果洞就避塞起来 一时之间四周的通道 全部都关闭了 只有正门的路是开场的 那没有办法啦 老妇人呢 知道从正门要丢走 她就用扇子遮着脸 不想看到佛 可是偏偏佛在前面 又令这个扇子 把它变化成像明镜一样 没有任何的阻碍 让她不得不看到佛 结果她就转向东边 佛就出现在东边 向南边 佛也出现在南边 往西边 佛就出现在西边 往北边 佛就出现在北边 往上看 佛就在上方 低头看 满地都是佛 哇 没办法啦 她就直接用手遮着脸 竟然连十个手指头 都变化成化佛 老妇人没有办法啦 只好把眼睛闭起来 但是肉眼虽然是闭着啦 心眼却打开着 看到虚空中 一切化佛 变满十方世界 当佛陀视线种种变化的时候 社会城中 本来有二十五位 詹陀罗女 五十位 婆罗门女 还有种种各类的女众 跟莫尼夫人 宫中这些宫女 一共五百位女众 过去 他们对三宝 心生毁谤 不相信佛法 但是现在一看到佛 漫步在虚空中 为老妇人献无数的身相 本来毁谤三宝的这些女众们 都非常欢喜 一时之间就破除 心中的邪见网 这些女众们一起恭敬地 鼎礼世尊 这时候世尊以泛音声 安慰他们 就说各位女众们 你们现在可以称颂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由于称呼佛的名号 观想佛的向好庄严 以此因缘 能够令你们得到解脱 佛说了这些话之后 女众们就一同高呼 南摩佛 也就是皈依佛 佛立刻与眉间 放白毫光 照耀女众的心 女众们看到佛 威仪行止 非常从容稳重 而佛脚下 又散落着很多的花 就像花做成的散盖一样 而法佛更有如茂密的树林 难以计算 女众们看到佛陀视线的 种种变化 就一致发起了五上菩提心 能够遇见尊贵的佛陀 即使心中充满邪见 没有正性的老妇人 其实也能够灭除 八十万亿节生死的重罪 何况出自善心且恭敬的礼拜 另外一方面 这位老妇人已经看到佛了 这小巷或通道就又打开了 老妇人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家 告诉她的主人 徐达长者 说主人主人 我今天碰到大仇人 沙门祈谈 他在王宫门口 于大众面前施展各种 妖邪幻术 身体像金山 各种发样的花瓣 光彩照耀 眼睛远远超过美丽的青莲花 有万亿的光芒 也无法同时看清楚 这位沙门 就是佛陀 他精通幻术 我看 这世界上没有人比得过他 主人 你年纪还轻 可不要迷恋这些幻术 他跟他的主人 这样子劝告一番 说完以后 他就躲到木笼子里面 用百张皮盖在木笼上 又以白棉布包裹在头上 他的身躯 就躲在阴暗的地方 这时世尊从王宫 就要回奇数几孤独园 莫尼夫人就向世尊说 请求佛陀 先度化邪见的老妇人 暂且不要回京社 佛陀告诉莫尼夫人 这个老妇人 她罪障深重 与佛没有缘 不过她跟罗霍罗 有大姻缘 我今天来这里 只能够除去她的罪障 但是真的度化她 那需要跟她有缘的罗霍罗 才能够度化她 说完之后 佛陀就回到京社 并且告诉罗霍罗 你去许大藏者家 去度化这位邪见的老妇人 佛说这段话的时候 在场的常随众 有一千两百五十位比丘 他们都说 我们也愿意跟罗霍罗一起去 这时候 罗霍罗承门佛的威神力 入如意定 礼拜佛之后 向右绕佛七圈 自己就变化为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 他是有七宝 他有金轮宝 像宝 玉泥宝 竹兵城堡 还有掌管财务的 竹葬城堡等等 而且转轮圣王 他有一千个孩子 那罗霍罗 他自己变化为转轮圣王 阿难随时在左侧 难陀随时在右侧 而这一千两百五十位比丘 就化成转轮圣王的小孩子 转轮圣王只有一千字 结果比丘有一千两百五十 又多了两百多位 大家就浩浩荡荡的跟着去 阿难就化现为 掌管财务的典葬城 难陀是掌管军事的主兵城 转轮圣王的所有七宝 还有士兵 象兵 车兵 马兵 还有步兵 就全部具足 这时候 金伦堡在虚空中 乘坐了莲花台 就直接引导大家 去虚打长者家 那夜叉又大声的宣唱 转轮圣王出世 转轮圣王出世 跟佛陀出世 同样的难得 转轮圣王出世 能够远离所有的恶人 宣扬善法 老夫人听了这句话以后 感到非常的高兴 心里想 转轮圣王出世了 那应该有如意宝跟谁吗 希望我能够看到 这个如意宝 这如意宝珠 你看到的话 心里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他说 那我如果能够看到转轮圣王 我也能够看到如意宝珠 其他的我别无所求 但愿让我见到如意宝珠 可以满足我的心愿 接着转轮圣王一行人 就敲钟打鼓 乘坐着大宝车 就抵达许打长者家 老夫人看到之后 非常的欢喜 心想 转轮圣王出世 这恩责利益众生 能够分别是非善恶 我一定不会再被沙门所迷惑了 老夫人 她以为转轮圣王来了 她就从慕容中走出来 来礼敬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就拆遣 主宝藏城 来为老夫人说法 而且跟她怎么讲呢 她说姐妹 你过去的福德姻缘身后 与转轮圣王相应 转轮圣王今天想要以你为玉女宝 玉女宝是转轮圣王七宝中 很漂亮的女子 那老夫人她就很惊讶 我出身卑贱就像污秽的粪土 能够承蒙转轮圣王的关怀问候 已经令我欢喜不已 又怎么能够升任玉女宝呢 我的年老色衰 脸皮都皱了 怎么可能当玉女宝呢 不过如果转轮圣王真怜悯我的话 希望他能够令我的主人 把我放了 让我得到自由 这样的赏赐 已经够多了 于是转轮圣王就告诉 虚大长者 你们家的老夫人 相貌不凡 我今天要与他为玉女宝 其他长者回应说 遵命 愿将他敬献给转轮圣王 老夫人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转轮圣王就立刻以如意宝珠 来照耀老夫人的面貌 让老夫人看到自己 就像玉女宝 这么样的庄严漂亮 更加的欢喜 老夫人就说 那些沙门 只是高谈阔论 说空话 自以为有道理 却没有一件事得到应验的 而转轮圣王出世 好处利益多多 还能够领年老衰弱的我 成为玉女宝 说完以后就五体投地 向转轮圣王鼎礼 这时候掌管财务的典葬成 他就颁布转轮圣王的指令 宣扬实善道 主要是要讲实善 老夫人听闻实善法之后 心中大为欢喜 就想 转轮圣王所说的话 有大利益 没有一句内容是不好的 于是顶礼转轮圣王 是转轮圣王的儿子 怎么全部都化成 比丘的形貌 看了大为惊讶 于是说 佛法清静 不舍弃任何一位众生 即使像我这么一样 顽劣的人 都能够得到度化 那时候他心调柔 就很诚心的忏悔 说完之后 老夫人就要求受五戒 接着罗洛洛就为老夫人 说三规 为他受五戒 老夫人听闻罗洛洛的说法 正要抬头 可是还没抬头的时候 就已经正得出国 许多晚了 地神非常欢喜 从地里面涌出 告诉虚大长者 善哉长者 破除血界迷惘 这如来出事 正是为了这件事 破除众生的血界迷惘 于是罗洛洛就带着老夫人 到奇数几孤独园 抵达的时候 老夫人看到佛身 像紫金山这样子光明 这时候他起欢喜心了 欢喜和长 向佛鼎礼 忏悔过去的种种罪业 还请求佛陀允许他出家 佛告诉罗洛洛 你把这位老夫人 带到焦谈米的地方 焦谈米就是佛的姨母 就走到半路的时候 罗洛洛为老夫人说 苦空无常无我 结果老夫人听了以后 头发自若就称为比丘尼 还没到焦谈米 那个地方 已经称为比丘尼了 而且具足三明六通 还有八解脱 身体能够飞上虚空 做十八种变化 波斯尼王跟莫尼夫人 看到这种种变化 内心非常的欢喜 就赞叹 善哉善哉 佛陀就像是太阳 出现在世间 照破无名于此的黑暗 能令邪见的人 证得阿罗汉 话说完 恭敬向佛鼎礼 又说 世尊 到底这位老妇人 过去造了什么样的罪 而让她这辈子 生在卑贱之家 当奴婢听人使唤 而她又造了什么样的福德 竟然有幸 今天能够依照世尊 就像一匹白布 容易染色一样 佛陀 还有佛弟子一叫化 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 佛就告诉波斯尼王 你好好地注意听 如来就为波斯尼王 说过去的姻缘 很久很久 无数节之前 有佛世尊出世 他的德号 叫做 一宝盖灯王如来 佛的十号具足 而佛密度之后 在相法时期 也为叫做 砸宝花光的国王 这个国王有个儿子 名字叫做快健 这位王子想要出家 父王也爽快地答应 而这王子前往深山里面 到达深房 表明要出家的意愿 当时有比丘 有一位比丘 聪明 有智慧 他透彻了解诸法实相 就接纳王子作为弟子 而另外有一位比丘 叫做德华光 他也善于讲说佛法的要义 特别是劝化初学 他非常善巧 而这王子比丘 虽然献出家相 但是因为王子之身 心中仍然有娇慢的心 而和尚为大众 说圣生妙法 说波尔波罗蜜 圣生空义 可是这王子比丘 听了以后 他因为不了解 圣生空义 以为和尚说的是邪说 是邪见邪说 他误以为这是邪见 而比丘灭度之后 王子比丘他就说 我这个大和尚没有智慧 只能赞叹虚无空患的事情 如果我有来生 我再也不想看到 我这位和尚了 他发这个愿 不过我的恩师阿舍黎 阿舍黎是鬼犯师 就是能够教导弟子 种种规范的 我的阿舍黎 他才是真正具有智慧辩才 希望我生生世世 都能够遇到这位善之士 王子比丘 发了这个恶愿之后 将正法说成非法 将非法却说成正法 教授的许多途中 都带着邪见 即使他言辞戒律 微以举止没有缺失 不过因为以错误的方式 理解词戒的真正意义 而更严重的是 曲解了波尔波罗蜜 空的词相意 结果他命中之后 就像射箭一般 立刻就跺到阿比地狱 而八十一劫 经常承受无量的苦恼 受罪完毕之后 又投生在贫贱的人家 五百身中不仅耳濃 鱼痴 眼睛也看不见 一千两百世以来 又经常作为人家的奴婢 佛陀解说这段姻缘之后 莫尼夫人宫中的五百婢女 深深的忏悔自责 发菩提心 他们发愿 希望来世能够理解波尔波罗蜜 理解圣身空法 佛陀告诉波斯尼王 当时的这位和尚 亲教师是谁呢 那就是我 就是世尊 世尊就是这位 王子比丘的和尚 因为他之前发厄院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位和尚 所以佛陀想要度化他 他也没有缘被度化 而这位阿舍离鬼犯师 其实就是罗霍罗的前生 还好他有发这个愿 我愿意亲近这位阿舍离 所以罗霍罗跟他有缘 由他来度化 而王子比丘就是这位老妇人 而王子比丘的徒众们 就是之前有邪见 今天能够听闻佛法之后 发起普利心的这些女众 那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千万不要随便发恶愿 我再也不想见到谁了 特别是师父 善知识 这恶愿千万不要随便发 好 我们大家一起共念 这些女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